大家好 今天這節課我們講的是 把握調性跟鏡片分析 好像聽起來話題有點大 但是我們不可避免的是 有一些人在面試的時候 有些面試官經常會問他 你怎麼樣來確定這個顏色的色調呢 反正我是一般在面試的時候 我經常會問這麼一個問題 但我自己也面試過 也被面試過 也有很多面試官是問這個問題的 所以這個問題相對來說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節課我們就重點來講一下 怎麼樣把握一個APPUI的一個調性 把握這個調性呢 我們就要追溯到互聯網上 經常這個行業裡面經常流行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做互聯網的人 永遠跨不過三座大山 一生二死三騰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騰訊經常會把別人的產品 拿著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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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就把它copy從自己的產品 拿著別人的產品看著看著看 就又把它copy從自己的產品 所以呢他們有很多的產品 都是說難聽一點就是抄襲來的 那作為UI設計師呢 講這個概念抄襲呢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什麼叫抄襲呢 可能有些人不太贊同這個觀點 但是我個人還是要主張一下 我們看一下小米 看一下雷軍 做這個手機的時候 面前擺著70多部的各種各樣的手機 對這些手機了解的透徹的情況下 他才去做的 那你覺得他手機做得不好嗎 至少說他在一定的領域 在一定的範圍內已經做得相當不錯的 我們還可以順便的講一下 柳傳之的一句話 他說你要做好 首先你一定要把這個行業研究個透 那是他所謂的研究個透 也就是我們像今天這集所要講的 一定要好好地去分析競品 好好地去分析一些名品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一下 怎麼去學習名品 怎麼去分析競品 其實也無非就是 把我們相關跟我們相同類的 像我們今天講的是新聞類的產品 那把新聞類的 騰訊新聞啊 新浪新聞啊 網頁新聞啊 還有那個澎湃新聞啊 這些個相同類的 但是這行業沒有太大競爭的 這些產品呢 先熟悉一遍 把各個界面點一遍 然後把他們的共性找出來 把他們的一些各自不同的 一些差異化的性質 給找出來 然後再看一看 我們同行業的 樓市頭條嘛 就是跟樓市相關的 也就是跟方產相關的 這些同行業的這些產品 比如說像搜房啊 像那個安居客啊 像那個耗子365啊 這些跟行業相關的這些產品呢 拿出來也分析一遍 對比一遍 完了之後呢 應該就基本上非常熟悉 你應該走哪個方向呢 當然 定哪個方向 這個好像一定程度上 是感覺像是 那個產品經理應該做的事情 或者是產品總監甚至到老闆 他們應該決定那些事情 我這個小優啊 還就沒太大關係 對不對 這樣就錯了 就像我前面所講的一樣 還是應該把自己定位 在一個這個產品的 一個很主導的一個角色 去做這UI設計 這樣你以後進步會特別的快 那有這個思想之後呢 我們就好好的去參觀一下 去學習一下別人那些好的產品 他們都是什麼樣的共性呢 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三個界面 大家也看到了 那個頭條的啟動頁 還是跟這個非常相似 那有些人就會講了 你這不就等於抄襲嗎 那我們在這設計這個領域裡面 不是很多就要講究有創新嗎 不是要個性化嗎 不是要很有創意嗎 這樣才能夠那個 讓別人感覺更厲害一些 這可能有一些人是這麼認為的 但是呢 作為一個那個用戶型平台型的一些產品的話 再重新教育用戶 那就要花一定的時間 就沒有辦法讓用戶定向思維的 很快就能判斷出你這個產品的 它的性質是什麼 它的行業特點是什麼 是不是 那如果說你跟行業裡面 所流行的一些走向呢 基本上一致的話 那就省去的一大部分 教育用戶的這個時間 所以呢 啟動頁 我們基本上看了一遍 這些新聞類的啟動頁 也都是這個樣子的 流出足夠的空白 其實為了突出旁邊的那個主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啟動頁所走的一個方向 好那再看一下首頁 我們看看這幾款產品 騰訊的 鳳凰的 還有36克的 上面是導航 然後下面是那個奔的頭圖 然後在下面的是列表 這些呢 其實作為產品的規劃 原來他們會規劃好的 但是我們作為UI設計人 也要知道一下 他們將設計的一些用途是什麼 然後呢 從視覺上刺激一下我們的靈感 能夠讓在下面的一些設計呢 順手一些 所以呢 我還是建議大家還是要認真的 仔仔細細的看這些名品的 他們的一些特點 比方說呢 這個 點擊之後的一個樣式 然後呢 粗體 細的 然後這邊呢 配色 對吧 然後呢 這個產品又不一樣了 它的那個標題就特別粗 它又沒有標題 但是呢 用評論的這些細節來 來體現一些重點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界面 新浪的 然後鳳凰新聞的 36克的 還有 還有 剛才是那個騰訊的 這個是新浪的 還有網易的 還有就是頭條的 其實呢 剛在做設計這個行業呢 剛開始入門的時候 我個人還是主張 你 先去 臨摸 先去 模仿 把這個 別人的東西 模仿的 特別好了 把它一些精髓的東西 都搬的特別好了 搬的次數一多了 你自己呢 就能夠處理唐通了 以後呢 你遇到什麼東西 就能夠很快的 舉一反三 就能夠反映出來 微果這個地方 應該怎麼設計的 這個所以呢 就是 也不叫抄襲 那好 把這些看一遍之後 大概的調性 我們基本上就能夠定出來了 我們想用紅色的 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 再往下看 我們一些競爭對手的 一些產品 第一個是騰訊的 房產內的app 一個是耗子365 一家上市公司的一個app 這個中間呢 是國內最大的 搜訪網的一個app 這個是那個安居客 也是相關的 然後呢 這個是那個房多多 這個也是搜訪網的啟動月 其實他們的整個啟動月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風格 還是參考那個 新聞類的一些app的一些特點 也不是新聞類的 也是我們現在的一些app 一些app經常採用了一個 啟動月的特點 就是留白 那從這麼幾個 幾個名品 跟幾個競品呢 我們可以 那個 得出這麼一個結果 那 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app呢 主要的 還是 要定義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行業老大 他用的是紅色 我想要讓別人 能夠一種定向思維 覺得我們 在這個行業裡面 也是跟什麼 還是蠻接近的 而且呢 在這新聞裡面 有好幾個那個app呢 它也都是用紅色的調子 不管是像這種也好 像這種也好 像這種也好 所以呢應該 那些紅色的那種 那種溫暖的那個色彩特點呢 還是比較適合這個 新聞類的 那還有一點就是可以定義式 扁評 這個不用說了 時效已經特別的流行了 那我們就沒有必要在 反普歸間再回去那個禮物的 而且 特別是對於像那個新聞類的一些app呢 扁評的話就會更突出內容 那我們主要還是要給大家看內容 所以呢 還是會採用這種扁評的方式 那圖標呢 我們再看一遍 線條 面的 是吧 線的 面的 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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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出現 外面細線的 都是細線的 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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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很容易啊 我們也不會跟別人背道而馳 當然有一些國外的一些產品 但是很多是採用是面的 但是呢 想在這個行業裡面 讓別人有一些定向思維的 我們還是採用大家都比較熟悉的線 但是呢 感覺這個線的裡面 一個是外面細線裡面出現的 而且還是比較有細節可看的 所以決定選擇用這種 icon的風格 來做我們這個螺絲頭條的icon 好 那這節課呢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